打發龍青年在春節時分製作充滿部落意向的紅包 並且分享給部落齊老 大家非常開心 而紅包的圖像就是以蘇拉拉旦興建過程中 大家齊力合作的過程作為發想 凸顯部落互助的精神 齊老除了感謝能夠收到別具意義的紅包袋之外 也期免青年能夠克服萬難 完成任務 我指出在收集建材的過程中 許多族人願意發揮所長 無償付出 而且齊老也會主動傳授山林智慧以及傳統記憶 讓他非常感動 那長輩也很有趣 就是當時他們說他們蕭騰的米西歐外的那個工資可以不用給他們 大家的工資集結起來塞一隻豬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可以感受到這個過程裡面有很多細節是搭互相的這樣 由於所料的彈先建工程 因為建築執照延誤核定 導致工期受到影響 甚至部分天然素材損壞 目前暫定3月底完工 而至於核實完工 目前部落也基於高度期待 有些新聞在Lobbiz很光復 採訪報導 有些新聞在Lobbiz很光復 採訪報導 有些新聞在Lobbiz上 所謂的工資 有些新聞 教育報告 有些新聞 絕訪報導 有些新聞 網絡報告 有些新聞 網絡報告